这是世界上第一款激光制导炸弹 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生产数量最多的精确制导炸弹 该款炸弹的出现可以说彻底改变了美军的作战方式 从二战期间万岁冲锋式的地毯轰炸 到海湾战争中一个烟囱就能钻进三枚炸弹 美国空军的对地轰炸从此成为了高精度高科技的代表 该款炸弹就是火力军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铺路激光制导炸弹 对地轰炸可以说是空军的主要任务 毕竟夺取制空权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为所欲为的攻击地面目标 在二战期间各国对地攻击都采用集群轰炸机大规模投弹 虽然画面看起来热血沸腾 但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一方面铁炸弹落到哪里全靠运气 另一方面笨拙的轰炸机密密麻麻在天上 简直就是敌方防空兵的经验包 并且随着二战后科技的发展 二战时期那样的大规模轰炸方式 越来越难以进行也越来越危险 在上世纪60年代 美军开始研制高精度制导炸弹 在MK80系列标准炸弹上 加装激光制导系统和弹翼 这样用现有的武器系统进行现代化改装 能够有效地节省研发成本 激光导引头控制舱以及舵和尾部弹翼组合 均以成道制导附件形式 由主承包商德克萨斯仪器公司提供 最后研发成型的激光制导炸弹 被命名为Pulu Paveway激光制导炸弹 其系列在美军中编号为GBU 即是制导炸弹Guided Bomb Unit的缩写 可以从有限的防空区外投掷 准确地攻击各种地面和水面目标 这种武器使用通用的激光制导系统 只是气动力面即舵翼和弹翼不同 以适用不同尺寸炸弹的需要 尽管美国在60年代制导炸弹已经研制成功 但是沉浸在二战战略轰炸成功经验中的美军 对于这种新式武器却反映直钝 一直到1965年爆发的越南战争 才让美军开始注意到制导武器的战术价值 而所有这一切都要从一座桥说起 越南的清化大桥是连接越南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 该桥最初由法国人修建 是一座钢筋混凝土铁路大桥 在建造之初就被设计得极为坚固 在越战期间 这座大桥成为了越南人民军向前输送兵力和补充物资的重要渠道 对于这样一座拥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大桥 美国当然不能放过 所以从1966年开始 美军就多次组织对该桥的大规模战术轰炸 越南时期美军还没有怎么使用精确试导武器 大部分任务依靠F-105雷弓攻击机 挂着普通炸弹去进行地毯式轰炸 以密集投弹方式企图彻底炸毁这座铁桥 从1966年到1972年的7年时间中 美国和越南之间围绕着清化大桥发生过无数次战斗 期间大桥虽然也有多次被部分炸毁的情况 但是由于美军炸弹的准确性不够 该桥从未被彻底摧毁 即使大桥被部分摧毁 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重新修复并投入使用 无奈的美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 将其称之为让美军名声狼藉的大桥 或者炸不垮的大桥 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 美军终于想起来将铺路激光制导炸弹 用于轰炸清化大桥的行动 1972年4月27日和5月13日 美军当时主力的F4鬼怪战斗轰炸机 分两次重点轰炸清化大桥 两次行动全部使用了最新研发成功的铺路二型激光制导炸弹 第一次投放了五枚炸弹 第二次行动投射了15枚炸弹 铺路激光制导炸弹在使用中 表现出了极高的精确度和打击威力 炸弹全部准确命中清化大桥桥体和桥墩 整个桥墩被彻底炸毁 桥面也断成几节沉入河中 甚至还出现了多枚炸弹 命中清化大桥同一位置的案例 总之这座越军守卫了整整七年的钢铁大桥 被彻底摧毁 而铺路激光制导炸弹也因此一战一举成名 成为如今制导武器家族中 使用最广泛的一款空对地精确打击炸弹 铺路炸弹系统采用两组弹翼设计 弹头部分分配备四片固定式弹翼 用于确保炸弹飞行稳定 另外在弹尾的火箭发动机上 附带四片较大的可折叠弹翼 用于调整飞行方向 确保炸弹能够准确命中目标 由于整套系统都是可拆装组件 因此可以很方便地安装在美军现役的普通航空炸弹上 这样一枚普通的航空炸弹 在装上这一套装置后 就会升级成为一枚激光制导炸弹 每套升级改装套件的成本大约3万美元 而对比空对地导弹 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的价格 铺路激光制导炸弹 军队可以称上是物美价廉 我们就以MK82型炸弹为例 这种普通航空炸弹的单价大约为3000美元 安装一套3万美元的铺路系统后 升格为激光制导炸弹 而同时期的空对地导弹 例如SLAM导弹的成本超过50万美元 一枚SLAM导弹的价格 足以购买15枚铺路激光制导炸弹 并且该款炸弹结构简单可靠 从最新的F35战斗机 到廉价的螺旋桨攻击机 都可以搭载使用 而激光制导炸弹 之所以结构简单成本低廉 却又有着极高的精度 和使用激光作为导引手段有重大关系 激光制导炸弹 就是使用激光作为指示 进行引导攻击的炸弹 通常需要一个激光发射装置 与其配合 这种激光发射装置 可能装在载机上 也可能由地面渗透的特种小分队提供 甚至可以是无人机携带 激光瞄准装置引导攻击 使用时 首先打开激光指示器 由指示器发出一束激光束 照射在目标上 由于光线存在反射 因此投下激光制导炸弹后 通过炸弹的激光导引头 不断接收反射的激光束 控制导弹沿着激光束的方向 一直飞行直到准确命中目标 这样的引导方式 优点在于命中精度高 由于激光的汇聚性能好 并且光源单一纯净 所以可以极大的提升 炸弹的命中精度 根据美军的测试 第一代铺路激光制导炸弹的 命中精度 就已经普遍在10米以内 而如今的第三代铺路炸弹的 命中精度 更是提升到了1至2米的水平 更高的精度 意味着美军可以用两三架战斗机 携带三四枚炸弹就可以摧毁 在二战时需要数百架轰炸机 投放上千颗炸弹 才能摧毁的目标 也正是由于激光制导炸弹成本低廉 并且可靠实用 美军连续发展了三代铺路激光制导炸弹 针对激光制导炸弹容易受到云雨雾等 自然气象和敌方烟幕的干扰 美军还在第三代铺路炸弹上 集成了GPS导航系统 这样即使在气象条件不良 或者是遭遇到敌方烟幕干扰的情况下 也可以使用GPS进行弹道修正 确保命中 铺路激光制导炸弹在越南战争上 首秀后迅速窜红 参加了越战之后 美军几乎所有的对外大规模战争 包括上世纪80年代美军空袭利比亚的行动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海湾战争 和本世纪初期的伊拉克战争 以及上世纪90年代末期 北约空袭南联盟的军事行动 仅在越战期间 美军就使用了超过2.5万枚铺路激光制导炸弹 命中率超过60% 而在海湾战争中 美军使用的铺路激光制导炸弹的数量 仅占弹药总数的7.5% 就已经大幅度提升了空袭效率 可以说正是该款炸弹 开启了美军精确制导打击的先河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们对该款炸弹有何看法 欢迎将想法打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1300 realizes 220分钟 攀虾 全部 121分钟 220分钟 12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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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分钟 220分钟 320分钟